大概有这一些相关的说明 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里面的简报大概说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书里面提到就是有关那个layout的部分 那layout呢 前面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啦 当然就是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我想 应该前面各位慢慢已经有 应该会用的啦 至少就是说一个是 一个是水平的 有没有 vertical跟hornerontal 你只要呢 利用垂直跟水平啦 其实你可以拼凑出很多的版型 但是除了用那个linear layout之外 其实另外还可以推荐另外一个叫table layout 那这个table layout 比较像是早期在网页上面排版 因为最早我们在网页上面排版 就是用table来排版 只是说那个table是没有框线的 那也就是说你要几列几蓝的资料 你就先用那个蓝列的概念呢 先把一个版型先规划出来 再把元件放在你要放的位置里面去就可以了 那其实table layout里面还会配合一个叫做table row table后面加一个row row的话就列 比如说你这一列里面放什么东西 那这个概念有点像是table layout有点像是linear layout的垂直 table row那个 layout有点像是linear layout的水平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你不过我发现两个弄出来的结果 大致上有点大同小异啦 但是至少你多一种方法排版 反正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着就是说 把那个之前讲的linear layout改成这个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里面的话还有table row 你可以利用就是一个表 签画的表格 那表格里面的话要几列 几列 比如说这一个可以放 假设这个范例它是跟我们上次做的有点像 叫做ATM input 或者叫ATM好了 假设说你要做一个ATM 让使用者去提款 那提款的话就是说他会输入他的那个 就是输入的密码 那密码输入完毕之后 这边有个确定 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呢 判断一下使用者输入的 到底他的密码到底是否正确 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你就是密码正确 反之的话呢 就是密码错误 大概会这样 那因为这里可能 如果说实际上会牵涉到 可能后端的资料库啦 不过我们这里还没有去处理到资料库 所以有个预设的密码 也许是123456 假设预设的密码是123456 如果他填123456的话 那按确定 你TOS出来 给他一个讯息 密码正确 反之的话呢 那就密码错误 这个TOS 我们会配合这个TOS 去显示我们需要的 那TOS的基本语法啦 最重要就是这个 TOS 这个 这个元件 它最重要是MagTest 我讲过啦 因为你要讯息要跳出来的话 它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MagTest 就是TOS 点MagTest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告诉他说 你的组程式的类别 就是我们现在ROM的这个 Activity啦 就是MainActivity 那你要告诉他 它的名称叫什么啦 也许叫做 就是List 点MainActivity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因为它里面有内建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Get 自己去帮你抓到 到底目前的组程式是哪一个 待会会讲 那你底下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 TES是指的是 你要TOS出来的文字 那Time的话呢 是停留多久 那最后的话呢 是把它绣出来 它的这个讯息就 就跳出来了 那为什么叫TOS 其实TOS就吐司嘛 对不对 应该吧 那吐司为什么叫吐司呢 其实它真的跳出来 有点像是吐司烤好的时候 会 会跳出来 对不对 我在想说他们就是用那个 用那种去取名称啦 不然刚开始想说TOS 有点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突然跳出一个TOS 名称出来 所以这也显示 Google工程师的幽默感啦 它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这个就像是吐司烤好时候 跳出来那个状态吧 不然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突然叫做一个这个TOS名称 OK 那这里的话 大概会有这些相关的讯息 那你就把相关讯息放进来 那这个TOS 它就帮你做完了 但是TOS比较特别是 它通常因为只会用一次 跳完就没有了 所以通常会用匿名 匿名物件的方法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不要 直接用什么 用TOS点MagTest 就是不要去宣告 不要去 就是说不需要 帮他宣告一个物件名称给他 因为反正用一次吧 所以你就打一个TOS点MagTest 刮符123 然后再来TOS点Show 它就秀出来 所以两行就可以解决一个 显示讯息的这种需求 因为常常打习惯之后 以后你要TOS什么东西都可以 甚至你要Debug的时候 有时候Debug 干脆你又放个TOS在那里 当那个变数执行的时候 自动跳出来跳出来 你就可以去 先知道一下这个变数里面的状态 就不用在Debug模式 反正就跳出来 也是可以 有的时候比较偷懒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TOS来帮你做出错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 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其他的话还有像这个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 TOS的类似是像这样 下面会 它会在这个画面的三分之二的位置 因为它这个截图可能截的比较上面 然后密码 比如密码错误 假如它输入一个密码 OK 然后呢 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 那如果对的123456 那就会密码正确 然后欢迎使用那个提款功能 那进来之后也许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提款啊 或者汇款的动作 OK 类似像这样子 这是一个我们第一个sample 第一个sample 那其他的话 那其他的话 参观的属性呢 当然你也可以去怎么样 去改变TOS的位置 他预设是在下方的大概三分之二中间的位置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改变它 比如说我今天不希望在下面 我希望在上面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去设定 它有个方法叫set gravity 这个属性里面的话 你可以跟它讲说 你这个gravity 应该是在top 还是在middle 还是在button 就是你告诉它说 那个gravity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后面有个x 就是它x的值跟y的值 x预设值我印象中是0 0的刚好就中间 如果你向左就负的 向右是正的 那y的话刚好向上是负的 向下是正的 OK 你可以先预设说 你要上中下 然后再决定说 它的向左还是向右 反正你就是有点像xy 你先画出来 然后呢 再去决定它的偏多少 这个等一下也会再提到 那还有就是说 哎呀 这个位置可以提 后面就是alend analog 那alend analog 其实就是长得像这样 一个四群 那上面会有icon 看你是不是icon 如果没有icon 你就不要给 seticon settitle是上面的东西 setmessage是里面的东西 然后button的话会有三个 那旧的版本 其实Android旧的版本 是先确定 就是确定是在左边 取消是在右边 不过很奇妙的是在4点 就是Android 4点x以后的版本 它的左右颠倒了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左右颠倒 它也没特别说明 感觉好像是刻意要跟微软的那个 确定跟取消刚好颠倒 因为微软的环境下 Windows环境下 确定一定是在左边 取消一定在右边 可是它的那个Android 4点x以后的版本 刚好就颠倒一下 那里面的那个set的button名称 这边它有一个叫做Negative 跟那个Positive 有没有 不过这个Negative跟Positive 就是大部分 好像在英国的那个对话里面 英国人对话里面 很喜欢讲Negative Positive 就是叫什么 Positive应该就肯定的 然后Negative就是否定的 好像如果查字点 好像还有什么光明的跟阴暗的吧 这个很哲学性的那种 所以你们可以如果追溯的话 里面还有一些很特殊的那个渊源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就是一个Positive是确定 Negative是否定的 就是取消 然后还有什么 Natural 这个忽略的 所以基本上它最多就是三个按钮 那你要加第四个 很抱歉不行 它N代表最多就是三个按钮 不过一般其实不会用这么多啦 通常大概两个就够了 OK 就是确定跟取消嘛 OK 那就把这个N代表加上 其他我想细节部分 我们会在第二个范例里面 跟各位做说明 会做一个那个N代表的范例 然后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这一些 其他这个书里面还有提供 有关那个智慧编辑 那所谓智慧编辑 这个概论就是说呢 大部分它会自动帮你去增加一些东西 像就是ID的 比如自动帮你 你打一个字而已 比如说打一个N代表 N代表你可能拼不出来 你打一个 你会看到它会自动帮你把 N代表的全名都把它叫出来了 或者是说自动帮你加一些点下去 会有个Menu清单出现 我想这些都是所谓的智慧编辑功能 它主要的概念 概念就是说 希望工程师 很多东西不需要去背 也不需要去记 它会自动帮你完成 甚至像我们不是 不是这个实作方法吗 实作方法 有个方法这么多 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个方法 那我们是楼梯下Enter 它会跳一个Menu 跟你讲说里面实作方法有哪一些 那其实就是让你可以挑选 不然的话有些 背那些东西有时候背不完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就是一个所谓的智慧编辑功能 那Android Studio里面它提供的我觉得 跟Eclipse 其实差异性也不是那么大 那当然各有优缺点 所以有时候使用习惯 如果你们以前没有使用Eclipse开发 那你就 当然你就把它当成重新学习 里面大概 比如什么显示行号 这个在Eclipse里面 好像在 我们就有提到 这里面当然也可以显示行号 如果你要显示行号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Setting 可以去设定一些东西 然后大小写不区分 等等的 OK 那还有什么自动宣告变数 这个LT加Enter 相关的东西在第四章 第四之四 第四章的第四节里面都有提到 那请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云端上面 那基本上呢 我在云端上面 也大概放了一个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做的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也许 你们就再new一个新的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CH04吧 底线 也许叫ATM好了 也许就我们就是ATM 那最近ATM的新闻其实还蛮热门的 因为那个ATM会自动吐八千多万 还蛮厉害的 是跟这个 但没有这些关系 可是是不是说远端可以控制 可以吐钱 就是说甚至以后可以设计 不过这个可能 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吧 也找过我 后来聊天之后 他才说他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不是正当的 是要做一些那个什么炸 然后我就傻眼了 我说你要帮你找我干嘛 其实他原来是希望我帮他们做怎么去的事情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这个不是我 有些钱可以赚的但是有些钱不是我应该赚的 然后当然就实在很傻眼 因为他知道他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可以用在APP没有后门 对不对 如果他有后门 你做一些事情 他全部帮你记下来 然后直接丢给某一个server上面 你其实你都不会知道的 OK 就像说其实 很多大厂的APP 他背后都帮你自动回传很多东西 回去到他的server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OK 所以你很多的习惯已经都被了解了 那什么时候他会要求这个权限 当你安装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你是不是允许这么多 不过大部分你都不会看 你们在安装APP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他不是有个清单吗 问你是否同意 但是通常你都会同意 因为你安装他嘛 如果不同意 那你就没办法安装 可是当你同意的时候呢 等于就是你同意他 去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有权限 刷到他的server上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像FB 他为什么可以看你的联络人 他可以看你的简讯 只是说他要不要去做 当然他这有个争议性问题 OK 那像Google 为什么可以知道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对不对 有时候预设就已经同意 是存取你的相关知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就是说如果说要用到正当的部分 当然如果用在不正当 当然也会有人这样做 另外的话 现在慢慢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对于资安上面的人才需求 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对资安方面有兴趣的同学 或许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防堵 假设我今天用这一个APP的话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APP是安全的 然后呢 他到底对我的手机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应该做的 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分析出来 所以现在应该很多 每个人都有需要去安装 像这样的一个APP 这他在网络上也有啦 只是说这个 就像有点像早期的防堵 跟那个防火墙 OK 他应该要告诉你说 有些事情 你很多的APP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会提示你 可是如果你没有装 类似像这样的APP 那不是很危险吗 OK 所以像我是有装的 我是有装一些APP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哪一支APP 其实偷偷的帮我在后面 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可以把它封锁掉 不要跟你做 OK 像那个 Facebook那个Message Message 有没有就是对话 他也是都会去存取你的那个 联络人 也会存取你的简讯 那我都把它封锁掉 我说为什么你需要看我的联络人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需要看我的简讯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挡下来 那他当然就看到了 那看到之后他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有可以了解的部分 那请各位等一下先试试看 就是建一个新的专案 那界面上面大概整这样子 那这个layout部分的话 大概需要 也许你可以把linear layout 改成另外叫table layout 我们刚刚讲的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 它的概念跟linear layout很像 那排版出来的结果 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最好就是说 多再学习一个新的layout 那里面的话 它大概会有这一些 也许我们就是输入一个 这个密码之后 它跳出来对或错 先了解TOS 然后慢慢的话 也许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题 像这个rndalogue 可以把它再增加一个rndalogue 是否结束之类的 然后呢 后面的话也许再增加一个 就是变化一下 可以把TOS 变成什么 变成图啦 不过这个书里面没有提到的 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TOS出去的话 本来那个上面的数字是 那个一个文字嘛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成图 做一些美工 那除了可以做图之外 还可以做动画 所谓动画就是说 当你放一张图 你按下它 它不会有任何反应 它只会在上面显示1 可是如果你要做成动画 怎么做 OK 不过这比较牵涉到美工部分 但是大部分的android 在书里面 他们都教程式为主 美工呢 都跟它没关 所以我看10本书 大概有9本以上的书 都不提到美工 就是那可是问题 你一个app不是只有 做出功能 当然还要做一点点的效果 感觉会比较让人家感觉 你这做得很 很有那个专业的感觉 那怎么样加上图 怎么样变成动画 这个书里面没提到的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button 可以变成image button 有没有 button里面不是有一个image button 如果你要加图的话 那请你用image button OK 你可以 但是image button呢 它没有办法做出动画效果 那你怎么样把它变成有动画 就是动画就是说 当你没有按 是一张 就是没有底色 白色 当你按下去 它会给你换另外一张图的动画 所以这个是延伸性的部分 动画怎么做 OK 那这边底下来说明 最后的话呢 toss出来 有没有发现 我就找了两张图了 这不是网路上抓的 怎么只是练习 非商业用图 所以它应该不会来告我 OK 不然你就自己再去 就是我就找了两张 一个叉叉 一个打勾 然后呢 因为toss出来就小小的字 说真的不是那么的显眼 而且感觉就有点太弱了 OK 那所以要让它感觉 那个爽一点 就是感觉对跟错 你一看打勾就知道了 你用文字是无法 文字有时候是没有办法 这个去跟图比的 当然最好是一个动画 一个动画更炫 可是至少图 至少就对了一半 所以怎么样把toss的部分 改成图 OK 因为本来我们书里面 也就教到这个 但是有同学就会提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图 那当然我就会想 对 后来同学也真的把它做出来了 在之前是专题里面也有分享 我觉得这不错 最后就把它加进来了 OK 所以这里请各位先 增加一个专案 专案里面大概就是简单的 有点复习之前的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底下就是总共一样会有 十三四排 总共每个就按钮 那因为功能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底下就清除确定结束 类似有这样的专案 那零的话也许 因为那时候在网路上找图的时候 刚好没找到零 所以零的部分 我就没有加上去 所以如果 那你要加 你自己再加一下 反正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好